早上五点多时差 好,叔好,带你们参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应该明白了,这不是我家,这是我家正对面的教堂 这才是我家 这个教堂呢,跟我们家需要很大的关系的 你们看教堂上面的这个楼顶吧 这个地方呢 那可是我的继父的父亲亲自打建 里面的木质结构还有铺这些片岩 都是他弄的,超级牛 这就是父亲的父亲 这就是父亲的父亲 完了 完了 有水平 有水平 所以我们具体在那里呢,我们在法国的西南部 离吐鲁兹远一个小时的车程 在他们身的一个小村子 叫做Langpo 到底有多小呢? 就大约八百多人口 我必须给你们看,我得欺负自己玩的一个超级破烂的车 比这个破烂的龟是不存在 法拉利 他放心了,他不可以上路的 这个是在他的自己的院子里面玩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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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正式参观房子 那么为了完成这个仲人呢 我有个特殊的导游 叫做小花生 这边是厨房 有沙拉酱 有厨房 有桌子 有蛋子 这里是谁 这边是手栏 有洗衣机 有洗碗机 这里是客厅 客厅有礼物 还有电视机 还有 还有是买书 你看他穿得老人了吗 今年 看到了 真的吗 他穿得怎么样 他有很多红纸 他带着帽子 他帽子 帽子上有个白色的球形 然后它下面是红色的 这里你带礼物了没有 嗯 好 书房 书房有什么在书房里面 有 有 你去聊宴 有电话 有电话 有电话机 这里是 上衣服的地方 向我们去哪里 楼上 我们去楼上是吗 这里是房间 你先给我们进去吧 你先让我们 这个是谁的房间 我们吧 是我们的房间是吗 有一些枕头 还有一些娃娃 外面很高 我看一下 又有个纱窗 哇 现在小鸟的声音 是谁的房间 是谁的房间 外面和爷爷 然后这里有个大团 嗯哼 然后这里有个白帽子的地方 啊 好 然后这里有个门 这有个门 然后这两个有个拔手 我知道 有个渡窗 你就是这样 为什么这么大神的声声 想我一下啦 这里是光柱了 这里不能来 这里是小猪猪啊 这里有牙刷和牙膏 这里有个草法 在这里有个暖耐 这里有个小слup 然后这里有拿筒 然后这里有花槽 这里有些少的地方 差不多了,是吧? 房子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我的继父的工作室 这个工作坊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我决定帮他拍的美一点 好久了 鞋子 好了我们参观结束了 现在呢该干什么华生 玩玩具 应该玩玩具了 好了我们就跟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盘子呢 一整只寄给我的是吗 我给你 啊啊啊啊啊 呃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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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嘿嘿嘿不是啊啊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